最近有個港島區新盤開放式單位索價近500萬 車都上不到更何況是做包租工 這些機會又不是說沒可能的 台灣有一類叫做小套房的屋 有點像香港的Studio Flat 設有開放式廚房和獨立浴室 一般面積大約300多至500多平方尺 大過很多香港的劏房而且是合法 小套房近年深受台灣年輕一族歡迎 在租務市場上可以說是有價有市 看回台灣內政部的數據顯示 台灣近一年樓價有向下修正的趨勢 相反租金指數就輕微上升 朗峰國際地產董事劉仲熙表示 台灣小套房人馬小 當中以高雄的樓價較低 一般大約400萬台幣左右 但租金回報可以去到4至5厘 現在主要是蔡英文上台 因為高雄那邊是一個民進黨的總部 所以接下來他都會預期 開始大力發展去高雄那邊 而且現在高雄是有接運的 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他那邊暫時樓價仍然低水 其實購除了稅之外 他都有4厘左右 都挺高的 因為他那邊的稅就不太高 跟香港 最容易租得出一定是近夜市 我那時跟客人談對了 那次那間大約200萬左右 他大約有12平 在正六核夜市樓上 他的樓依舊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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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 但上面已經有地板 廁所、廚房 全新建立了 還有加司 他剛剛上星期租出 租住了整 9 千 台幣 其實回報也有多高 Matthew 亦指出 海外人士买小套房 基本上申请不到按揭贷款 换言之 买家必须准备充裕的资金 另外大家要留意 香港人在台湾置业或开民宿 都不可以作为投资移民的条件